《七太陽報》 適藥指閉而設計師脫罪 2015年7月10日講文 本報信 室內設計師不滿患自閉症的十五歲兒子沉迷手機遊戲 致成職欠佳、涉嫌以掌握、劇圖和且頭髮襲子落地等方式懲罰兒子 並擲爛他的手機,兒子事後向心理醫生披露挨打 事件最終報警,設計師被控若而罪,作在九龍城法院受審 他被裁定表證成立後自辯稱,當時指示輕拍而指面和空以給人注意 裁判官裁決只有於事主的口供和傷勢不符 故裁定被告罪名不成立,但官子被告行為可疑 告解他要用合式教導方式子女 被告長智偉,四十歲,原被控於今年三月八日 在受貿評一單位內襲擊十五歲兒子 事主作公稱,他當日與被告到祖父母遇所 被告因他成職欠佳加以責罵 其間被告爭取其頭髮將他摔落地,令他手指有餘傷 此外,被告踢他的肚和腳,又用拐杖打他的頭和掌刮他 歷時二十分鐘,被告自便時則表示 事主是與前妻所生,因患致閉症,集中力欠佳 為引他注意,當時才輕拍他的面和空口 案件去七篇號 期 CCC 16365